嘉宾主持 大家好 我是王沪强 强哥好 强哥好 强哥这次备战了几个月 这次每一次比赛呢 我都想多一些时间来准备 准备充分一些 但这次有种种原因呢 还是觉得时间有点紧张了 只有两个月的备战时间 对 有些话不应啊 就是因为有两个大投资商拍电影的 两年前就开始排队 今年实在脱不掉了 是吧 两个月 两个月 那么其实每次出国比赛啊 对于红翔来讲 都是一个职业生涯当中的里程碑 第一次是07年在日本东京 对 是吧 第二次就是在这个 美国拉夫加斯 第一次走进的时候 走进拉夫加斯 但是这场比赛和日本比赛相比呢 给红翔压力非常大 红翔一到美国 迎接他可不是这下部机的草丘 我还有美女鲜花呀 那是一个任何震惊的消息 一下危机 然后我才得知 我的对手调换了 对 之前跟这个 前一个对手 嗯 根据他的这个视频 根据他的这个技术 然后针对性的训练 嗯 一下子全部打乱了 所以说对对对新换的对手 也不了解 所以说一下子心里没有底了 而且关键是和他对对那个 潮汐里啊 在美国的名气非常大 一换对手 你担心啊 我们也担心 所有人问 哎 这潮汐里水平怎么样了 美国人说 潮汐里水平非常厉害 啊 在我们国家 都走出刀支撑 王沪强跟他打 不行 我们听完之后 心里没底啊 但是没敢跟你说 怕你思想有压力 对吧 没跟你说 潮汐里多厉害 但是我们跟潮汐里说 王沪强很厉害 王沪强的中国呀 那是神明般的人物 啊 这个 你不叫守护刀吗 他叫外科院长 所以潮汐里 也很担心 对 当时 我也多多少少 知道一些对手的情况 嗯 我们两个一上去啊 呃 因为都特别的谨慎 都不敢轻易的出招 怕泡露自己的空档 嗯 所以说啊 呃 刚一上来 僵持了很长的时间 嗯 但是呢 一揭露呢 呃 还有咱们这个 往下所有划断的 就是那 还有咱们下面看到 咱们鲜艳的红旗 嗯 所以说一接入 一下子就放开了 呃 给自己的很多信心 我 一定要 拿下这场比赛 对 你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啊 来 看看这场 堪称教科书般的比赛 这是719万人猪 目的场比赛 红防选手中华英雄王洪翔 而蓝防选手是来自洛杉矶的乔西里 乔西里的身高是六英尺三英寸 就是身高一九零 他体重是一百七十四棒 而王洪翔的身高是一米七斤 他在体重是一百七十五棒 就在昨天的比赛之前 我们成为提供 这场比赛成为武林峰 现在规则要打三局 每局三分钟 这是王洪翔的第二十九场比赛 他在前二十八场比赛当中 取得不败 被人们称为是中华英雄 他经过今年几个的努力 来到了国际之处 阿斯维加斯西尔顿大友店的队台上 面对美国选手洛杉矶的 小系列的讨论 现在双方都不敢轻易的出招 这场比赛 到底如何 大家都在静静的期待 静静的期待 开始了 王洪翔的 进攻开始了 我们知道王洪翔的打法 他是以快速灵活多变 而且这都重拳 而助成 他的速度非常快 攻击性很强 尤其他的 上三路的进攻 另外他的高边队 刚才想采用一种鸡腿 漂亮 无法是漂亮 机会 毕竟这是第一局比赛 还是一种试探 但是王洪翔的王是打 给我们观众朋友 眼前一亮 但是比赛 本场比赛的裁判 是50场裁判奖位 第二局比赛的 比赛的 中华人王洪翔 曾经战胜过日本的赵龙鱼 马场神效 春日晋章 如从光义 战胜过日本的瑞西 巴西